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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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中年人可以随便骂 他们不会随便离职的 什么人到中年不得已 保温杯里泡沟气 中年人的生活的确苦疲 但是千万别惹毛中年人 他们狠起来对自己也都毫不留情 中年人的狠除了体现在控制身材上 还有避免被社会淘汰上 我的一个前同事几年前回家照顾孩子 今年年初36岁的他重返职场 去到国内一家互联网公司 平台待遇各方面都不错 但主要工作是拓展公司新发展的视频内容 虽然之前他一直在广告公司 但是几年不工作 一开始根本不了解现在年轻人的口味 没办法 只能拉下脸不停到请教那些 可以叫他阿姨的年轻人 XSWL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是什么梗 最近都在看什么综艺 作与什么剧呢 晚上还自己报短视频培训的课程 每周三天一边看孩子 一边通过手机上课 一番他的手机 相色全是收藏的各种 除中年亲人的视频 截图 备忘录里也是各种 新兴的网络的词汇 和想到的点子 当然很多人觉得自己青春正好 一边拖延 会获着自己的大好时光 一边朝向那些 真的老去的中年人的时候 其实很多中年人都在暗自 跟自己较劲 默默努力着 中年人到底有多狠啊 中年人的狠 不在于为难别人 而是逼对自己 在于见过了生活的艰难和兵荒马轮之后 敢于和那个惰性 多自己对抗 敢于 对一个习惯了 安逸的自己 我以前觉得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是学会和自己和解 开始不再逼迫自己了 不必再像小时候那样 总有人逼我们吃什么东西 说什么话 学什么东西 每天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 后来发现 一个人陈述的标志 是与外界的对抗力的下降 是你知道 哪些东西是必须要做的 哪些东西是必须要学的 然后自己乖乖去做 想起之前有个读者和我留言 说 当了妈妈后 为了教育孩子 原本只知道追星看剧的他 现在可以跟华 一同背诵两百多首古诗 一百多篇古文张嘴就来 什么追击问题 击吐头龙问题 闭着眼都会做 以前家长 老师 各种逼迫都没有学会做东西 现在一个人独立完成了 以前明知道要少油少盐 却得不住美味多诱惑 现在为了身体的健康 学会了控制 中年人的恳 是真正的语成熟和解 所谓真正的成熟的和解 绝不是不在逼迫自己 而是在明确 自己想要什么的基础上 找到对的方法 去做一件让你觉得 很享受的事 前段时间一个综艺节目中 46岁的苏尔蓬 在台上又唱又跳 瞬间秒杀各路小鲜肉 带幕上很多网友感慨 很多看苏尔蓬 转幕长大的少大少女 如今已经变成了油腻中年 而她依然魅力如佐 在演唱金苹果乐园的时候 她改变了几句歌词自嘲 王俊凯说他爸 才是我粉丝 出道30年还没退休 是我本事 但是表面的风光 贝莉莉也藏了这个 46岁多年男人 对自己的狠 为了这个开场舞 20多年没有表演过 唱特的老舞相 花了三个月时间 重新学习舞蹈 刚开始塑鹏 连舞步都跟不上 到一会儿就汗料夹背 甚至后面几次 练都站不起来 前段时间看到一句话 很深认同 所谓好的生活 其实就是吃点 你不想吃的 喝点你不想喝的 以做点 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山本药丝说 高级的人生 是活出真正的 理性美和自律美 很多人把 听从内心的声音 当成冲动 垃圾食品 想吃多少吃多少 永远断不了的 饮料和酒 追剧一追 就到四五点 明明知道要承担责任 却总是一走了之 这是不潇洒 只是为自己的退缩 和意气用事 找个借口 有人说 三四来岁的时候 后悔最没用 时间会带走 很多你曾不建议的东西 健康 时间 机会 直到有一天 你两手空空 哭出声 所以 不管你是人到中年 还是尚且年轻 对自己狠一点 不要放肆自己拖延 不要任由自己拦散 吃点你不想吃的 喝点你不想喝的 以及做点 你不愿意做的事 略熟悉我的人 知道 其实小话有点挑食 有很多东西 是我不喜欢吃的东西 包括 以前小时候 我不喜欢吃 或是小时候 以前喜欢吃的东西 随着年龄也三长 一直长到六 所以不然发现 还是有很多东西 不喜欢吃 可是呢 觉得久而久之呢 还是有一部分我不吃 但是有一部分 我愿意尝试 你会觉得说 回到这个年纪 如果不需要 尝试一点 好像有点过分 但是 我的挑食 又不属于那种极端挑食 基本上 很多东西 我都能吃 所以问题 并不是很大 我们人会一辈子 就这么点时间 如果你不好好的对待自己 是不行的 但是里面说了一话 真的说得很好 我们吃夜 你不想吃的 喝你不想喝的 做点你不想做的事情 现在我们想吃的东西 是我们想吃的吗 不一定哦 现在我们想喝的 真的不是我们想喝的东西吗 不一定哦 我们现在做的工作 做的事 是你想做的吗 不一定哦 所以我们一直在做 并不是因为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愿意 想做的东西 我们为了自己 更美好的生活 为了让自己健康 为了让自己 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们会被迫于自己 不喜欢 没有兴趣的东西 那我会去做 那像我 我觉得 浅长辙止 还有就是自律 我们最近很多文章 跟自律都是有关系的 就是控制自己 体重啊 控制饮食习惯 还有休息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可是跟现在老龄化社会 关系也挺大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想想你10岁 20岁的时候 可能体力 什么都还OK 可是再过5年 再过5年 再过5年 其实你会发现 真的它特别的多 尤其像我像开台吧 我也开那么多年了 然后像带来开的时候 其实我相对一些 更资历比较浅的 漂亮姐姐们 帅气小哥哥们 我觉得开起来 相对会疲劳一些 因为精力有点没那么多 还要毕竟 我们要做事情也那么多 因为比如说我要学习 我要录音频 还要去做一些 就是自己能做的 跟学习的东西 我不喜欢加手于别人 我喜欢自己去做 自己去学习 跟提高自己 所以我的时间 非常的充实 所以 人应该活得充实一点吧 就哪怕你工作完之后 你吃完饭 然后打完游戏之后了 陪我开个台 一天就是完整的过去了 谢谢你 见证我的每一天 希望今天的分享 都很有帮助 那么明天中午再见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